俄军25号在整个顿巴斯阵线转入进攻行动 主攻方向都在顿巴斯首辅顿涅茨克经交的北翼 西翼和中翼 我们继续来看本台记者发自顿涅茨克市前线的现场报道 周六 俄军的反击行动 主要战斗是发生在阿布迪伊夫卡的周边 在四区的南翼 俄军几乎完全清理了亚西诺瓦斯基项的工业区 并控制了大约10平方公里左右的全部工业区 乌军主动放弃了无险可守的攻势 退入到四区准备巷灾 在阿布迪伊夫卡东南部 距离亚西诺瓦塔亚不远处 乌军的防御线也被俄军突破 目前乌军仍然坚守着市区民宅的建筑区 俄军也正加强炮火和航空的攻击 星期六顿巴斯主要的战斗还发生在顿尼茨克以北 格尔罗夫卡镇 约30人组成的乌军的突击队 成功地占领了距离格尔罗夫卡镇 北面的马约尔斯克村 星期六在地涅布河左岸的 克林基战斗再次计划 俄罗斯海军陆战队第810旅和摩托第144旅 对登陆的乌军的陆战队发起了反攻 乌军被迫退守在地涅布河左岸私人的建筑中 从地涅布河右岸 乌军又部署了两个新的突击群 登陆并实施反击 俄罗斯海军陆战队从诺沃米海洛夫卡村东南郊 进行了反攻击 两军为争夺这个方向南翼的小高地 进行了反复的对决 俄战略远程航空兵 投掷了500公斤的极速滑翔的炸弹 即RBK500极速炸弹爆炸之后 三个小时内 克林基方向的乌军 几乎没有任何地面上的通讯信号 当地的天气雨加雪 也使双方的军事行动都变得相当困难 克林基定居点目前几乎什么都没有留下 只剩被炮火摧毁的房屋 以及地下室的废墟 俄罗斯专家分析了 究竟顿巴斯战局的态势认为 发动阿弗迪伊夫卡战役 这是俄军去年开始策划 原准备让瓦格纳的集群打完巴赫木特战役之后再实施 但是计划最后流产 战役也最终在今年11月10号间突然打下 乌军完全没有充分准备 俄军的隐蔽性极强 并使用了绝对的优势兵力和火力 总结了两次攻城的失败教训 展开了破袭战地道战作业的方式 其次由于敦尼茨克近在致持 后勤充分得到了保障 仅4天内俄军就打出了6个的突出部 并控制了四区唯一的北翼的制高点 从俄罗斯武装部队目前在阿富迪伊夫卡地区的行动和信心来看 乌克兰守军在反坦克防御 甚至短层空中防御的弹药方面 已被最大限度的耗尽 阿富迪伊夫卡 这也是乌军在顿巴斯最强大的防御攻势区 如果陷落 那么几乎意味着乌军在东乌整个防御体系的破口 乌军也将可能被推回到顿巴斯防御攻势的最后一道防线 即克勒马托尔斯克和斯勒维扬斯克线 如果乌克莱达尔和马林卡线也被陷落 那将是类似于朝鲜三八线的故事 那么我们现在就在阿富迪伊夫卡的南翼 特别是在这个区域 乌军也是加强了自己的这种攻势 在这个方向的乌军的防御的态势 仍然是处于一个主动的地位 俄军也是加强了在阿富迪伊夫卡北翼的攻击 目前对焦化场的攻击 也是正向众生进行一个发展之中 那么以上就是凤凰卫视卢语光 伊万阿拉曼·乌拉 在阿富迪伊夫卡南郊的报道 在阿富迪伊夫卡南郎的报道 在阿富迪伊夫卡南郎的报道 在阿富迪伊夫卡南郎的报道